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先带您来关注的是 新北市警方破获了人蛇诈骗集团 有多达32名被害人 被关在大约20平大的住宅里 这些被害人来自全台北上求职 没想到被上铐拘禁 而且其中还有三人被淋虐致死 终于成功把门锯开 配命小组贺枪实弹 冲进中立这处社区民宅 一进来就发现 里面人数众多 把屋内塞满满 不只客厅坐满人 连房间和厕所都有人躲着 但仔细看才发现 不少人被上铐 原来除了嫌犯之外 有32人是被囚禁的被害人 宛如柬埔寨事件翻版 有人腿部受伤 染上风多性主之炎 却无法就医 只能坐上轮椅离开 他们来自北中南 从20岁到50岁都有 在脸书上找工作 特地北上求职 从此失踪 原来人设集团用高薪利诱 脚上一针 把被害人约到西洛旅馆面试 但只要人敢来 身份证存折和手机 马上就会被收走 之后转移到中立的社区求禁 在这边会用手铐脚梁 无法和外界联系 不听话就电极殴打 有些被害人 甚至天天只能分食 同一碗泡面 事后 警方在桃园龟山发现两具遗体 被弃职在三菱 是一男一女 疑似就是被灵略致死的被害人 三名被拘禁人 在被拘禁的 其间子里面死亡 我们在桃园龟山的一个陡坡里面 有发现其中两具尸体 这回来到八名嫌犯 平均二十多岁 初步怀疑与四海邦有关 恐怕还有幕后金主 其实警方日前就破获 同集团在淡水的据点 发现嫌犯手机有叫 外送到中立的记录 才会转装到这边 也将会持续追查 是否还有第三个据点 而三名死者 一人是受不了被尸爆 逃亡过程中坠楼死亡 那么遗体还被带回屋内 另外两人同样也是受不了囚禁过世 嫌犯还强迫其他人帮忙运势 警方这回救出32名被害人 不过进一步追查 发现在囚禁的过程中 造成三人死亡 而其中两具遗体就被棄尸 在封锁县后方的山区 棄尸地点就在桃园龟山山区 草葱堆里白色黑色塑胶袋 套住的就是死者的遗体 就算一般人路过 根本不会有人察觉 警方拉起封锁线 在现场仔细的踩阵 既然遗体找到了 检察官获报后 也立刻赶到现场相验 想要用最快速度 确认遗体身份 第二个是他本身 前几天就没有在吃饭了 所以他人不舒服 然后他那天就吐血 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然后他们就说 那个没事 就可能只是昏倒 叫我还有另外两个人 把他的尸体拖到外面的厨房 检方调查 这两名死者 分别是45岁的黄姓女子 和56岁的灵性男子 两人是在10月底被棄尸 都是因为不堪灵虐 加上患有慢性病 黄姓女子在浴室吐血 却没被送医 另一人同样是发病后 嫌犯们见死不救 他有跟上头反映说 他妈妈10月23号生日 如果他没有办法当天拿钱回去的话 想要打一通电话 可是他们不准 那那个阿伯就说 他想要逃跑 根据被害人说 法死者不止两人 其实早在半个月前 就有一名38岁的黄姓男子 被棄尸在南投日月潭附近的山区 目前尚未找到 他因为受不了被尸爆 从11楼往下跳 掉落到3楼的露台 结果没有住户发现 嫌犯又将他的遗体移回房间 警方后续将会通知死者家属 到殡仪馆相宴 这回嫌犯如此凶残 把民宅变成人间地狱 活活把人灵虐致死 TB新闻综合报道 而32名被害人被囚禁的期间 被上扣控制行动 吃下嫌犯提供的餐点 就会全身无力陷入昏睡 怀疑食物还被吓咬 打开纱布 手臂上大大小小伤口 虽然已经慢慢愈合 但想到被囚禁的一个月 简直度日如年 为了活下去别无选择 但吃下食物后全身无力 万一嫌犯下药让他们无力脱逃 小小五平大的房间塞了二十几个人 每个人双手上铐 嘴有毛巾 头顶上三只监视器通步监控 只要有人常常有在切业思雨这样子 他就从监视器上面看 他就开始抓人脑出去 四十八岁的江系女子市民房仲 和大多数被害人一样看到脸书广告标榜出租银行账户可月赚四万免扣车 和对方约摩铁面试 嫌犯原本态度和善 直到把他们拐到民宅才露出真面目 江小姐遭囚禁二十多天 看到警方上门攻肩 激动掉下眼泪 那时候我在厕所里面 然后我就想说 我总算可以回家看儿子了 原以为有赚钱机会没想到市场骗局 不只被利用党员同户身上财务还被洗劫一空 但获救的被害人已经很庆幸 因为没想过还能保住一条命 TVB的新闻杨气泡黄建国 嘉宇曼简余齐台北报道 政治焦点来关注的是 选举倒数阶段苗栗县长选情胶着 而根据TVBS最新民调出炉 无党籍是候选人中东仅一百分之二十七 领先绿营的徐定征 补个百分点差距越来越小 谢破宏 绝对可以改变苗栗的命运 苗栗县前探世界 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气息来做一个选择 据选举剩下三个多礼拜 苗栗县长之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根据TVBS民调中心最新调查结果 无党籍候选人中东景 目前以百分之二十七 领先二十二的徐定征 五个百分点 竞争相当激烈 各方的民调我们都会作为参考的依据 不过还是不能有一时一毫的松懈 因为对手一定会持续用各种手段抹黑造谣 甚至各种打压我们 但我绝对不会退缩 民调显示有82%的选民会去投票 11%不会去投 再进一步分析 目前中东景27% 绿营徐定征22% 国民党推派的谢福宏14% 时代力量宋国鼎则市13% 中东景跟徐定征只差5% 有些人解读苗栗之战 绿营有机会 首次拿下县长宝座 在误差范围内 我也会针对我较强的选区来巩固选票 那较弱的选区我会积极的来补强 还有两成四的未表态的选民争取支持 得知民调结果徐定征不敢大意 他说还有两成四的选民没表态 认为翻转苗栗还有变数 细分选民年龄层 20岁到29岁有36%支持宋国鼎 30岁到39岁中东景有34% 宋国鼎有20% 40到49岁有29%支持徐定征 23%支持中东景 50到59岁有31%支持中东景 22%支持徐定征 60岁以上则是有25%支持中东景 23%支持徐定征 苗栗县县根据区域统计 目前是后龙跟竹南 是徐定征领先中东景 其他地区则是中东景领先 至于政党认同度支持国民党的 有46%的选民认同中东景 29%认同谢福宏 认同民进党的 有59%表示会支持徐定征 宋国鼎跟中东景则是各有10% 中立选民有26%支持中东景 16%支持徐定征 不到最后一刻 谁能胜出都很难说 候选人们对于民调持保留态度 只强调会努力争取选民认同 而国民党候选人林根仁 还在拼支持杜弹剂 战斗篮领袖赵绍康 抛出弃竹宝北说 如今有青蓝粉砖 把炮口瞄准林根仁 接下来每一天只要我有空 都会打林根仁 林根仁你给我记住 开启直播 一骂就是半个小时 向来与执政党对立的直播主 朱学和人 这次骂的不是别人 竟是国民党新独市场候选人 林根仁 马英九站台 我就骂马英九 韩国瑜帮他站台 我就骂韩国瑜 看看你们多恶心 站台的一个也不放过 但被暗指操弄网军林正寅 吞不下去 只是连日来 林根仁先攻高红安 设内线交易 再报他批男友做人头助理 就怕让绿营坐收渔翁之力 向来与蓝营关系良好的 和能留言终结者创办人黄世修 也批评林根仁猛攻高红安 泼脏水的论调 跟民进党完全一致 媒体人朱凯翔 更点名放林根仁打高红安 结果就是选不上 还会害到其他 候选人这论调 似乎就呼应 战斗篮领袖赵少康 日前抛出的弃竹宝北 这么刚好 林根仁的站台邀约 赵少康婉拒了 林根仁的议长都要请我去 但是我明天已经答应要去南投 要到南投了 青蓝倒戈 恐怕正在新竹发生 虽然强调 选择权留给选民 党内风向 却以壁垒分明 由TVBS跟三立共同举办的 台北市长选举辩论会 在明天下午的两点登场 三方阵营 四号下午 今天都派代表到会场彩排 台北市长选举 唯一一场辩论 五号下午两点 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登场 蓝绿白三阵营 先派代表来走位 每个细节都不马虎 务求当天顺畅进行 辩论将分四个回合 第一阶段声论每人八分钟 第二阶段交叉结问 每人向定两位对手分别提问 第三阶段则由媒体人对三位候选人提问 最后结论三位候选人各有六分钟 有没有准备杀手剑 黄珊珊保密到家 我现在不会泄体给你啊 难得有这样的一次机会 因为一直都是在隔空喊话 我觉得也不太合适 所以我们会以平常性的方式 呈现出我们想要告诉市民的话 对视摄影机回答 荧幕秀出倒数时间 陈时中模拟练习 自认口才不如两位律师明代 但陈时中加油团 可是请出前副总统陈建仁 蒋万恩则有市政顾问 专家学者青年代表 黄珊珊的涵盖政界企业 艺文界跟青年代表 我们也对阿中会有点小小的担心 因为他一向不毒蛇 他一向也不咄咄逼人 那相较于蒋万恩跟黄珊珊 两位都是明代出身 那在选址的过程当中 那政治的口水跟抹黑的攻击 一天也没有少 辩论我们就是着重在市政的议题上 但由于不知道对手会问什么 所以在各项的议题也会有所准备 都要力求好表现 因为最新两份民调 未表态率虽然只有十几% 但三人数字差距小 借由辩论场上一较高下 也能为自己催出选票 TVBS新闻刘宇君临平 台北报道 这次就来看美丽岛电子报 公布最新的台北市长 民调目前呈现蓝绿挤压白的局面 详细今天我们赵有记者陈英文 好 这是关于到台北市长选战 目前的情势来讲 似乎是风向变了 就是陈时中的支持度在爬升 而且还超抽了黄珊珊 来看这份的民调显示 国民党的蒋万安是34.3%还是领先 但是第二名是民进党的陈时中 有27.7%的支持度 而黄珊珊则是换成了22.4% 位列第三名 那剩下的其他9个人呢 加起来的支持度也才0.5% 另外这3.6%的人呢 是说不会投票 以及有到1成1的人呢 他们是没有明确的回答的 那再来看到是当中这个中间选民 是最喜欢黄珊珊的 她有多达25%的支持 是来自中间选民 那其次呢 是蒋万安是23.8% 反而陈时中是最低的不到两成 那就看到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势的变化呢 因为是绿营开始打蓝绿对决之下 让黄珊珊的这个基本盘呢 比较缺乏很不稳 但是她的这个中间选民 虽然说还蛮喜欢她的 但是这项优势呢 是开始被夹击开始在萎缩当中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 确诊后今天出关首日公布她的进行过去 这眼睛简直要被闪瞎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 镜头前大方抱太太 确诊隔离 终于出关的第一天 先公布竞选歌曲 也问过防疫指挥中心 只要是实名制 那记者会我是可以来出席 怕被对手做文章 所以说能出关 林佳龙还在自主管理期间 所以大型造势 小市场依旧不行 带火力全开 凡事都只是会好好做事 那不愿意好好跟别人来说话 我觉得这一点 我认为韩国瑜先生 还比较让我感觉 比较像一个人 拉罕打猴 倒数时刻林佳龙拼选战 绿营还有这招 我的确跟他是大概三四十年 朋友 没有骂他 我是夸奖他 我说国民党现在目前看起来 24年总统选举就是他的 就是因为近来有民众说 接到不少说是余天的电话录音 拜票 说是侯市长的好朋友 不要投给好朋友 让侯市长去选总统 把新北市长票投林佳龙 11月26号 我们四名好朋友 后友宜 请大家给我们做事的团队 呵呵这带节团队 拉票 吹票 投票 侯伴也赶紧喊话 是朋友 丢麦羞嗨 一场选战意外 让真朋友 假朋友 信了信 TVBH 黄富华里 组合新北市采访报道 而说到新北市的第四选区 三重卢州 一直以来都被视为 是民进党的票仓 2018年苏仁昌选 新北市长的时候 在新北市唯一赢的地方 就是三卢 不过这回林佳龙 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优势吗 再交给韵文 好就来看到的是呢 新北市堪称是民进党的 一个监困选区 但是其实在新北市的 三重跟卢州 这两个地方呢 都是绿营的铁票仓 尤其来看到是在2018年时候 即便侯宜当时在全市 是横扫了百万票 但是呢 他在三卢区 也还是小输给苏贞昌 有将近两千票的差距 另外就是在去年底的时候 四大公投的四个不同意 绿营在三卢区是大获全胜的 所以这个地方被视为 绿营的铁票仓 是一个非常的既定印象 但是今年似乎是 有一些变化了 我们就来看到是侯宜 他在三卢区的支持度 有超过五成五 或是超过四成七 都是赢过了林家龙 那为何有这样的转变呢 我们就来看到是 有地方认为说 因为第一 是侯的魅力呢 是有跨党派的超越蓝绿 所以呢 有松动绿营的基本盘 再就是林家龙本身 他跟基层的互动 实在太不深了 所以呢 被侯宜宇是挖的墙角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 柯智恩频频找蓝营大咖站台 而今天傍晚就找 昔日的好战友 新北市长侯友宜 一起扫街 好像喔 像 好 跳动成 侯市民握手 近距离互动 高举手机 增加合照 新北市长侯友宜 四日南下高雄 帮国民党候选人 柯智恩复选 所以 我非常敬佩他 肯定柯智恩 在教育上的付出 卻有綠營遣將指出 柯智恩過去主張自主 調整學費 2014年擔任淡江大學學務長時 住宿費更從8800元 漲到10900元 暴漲24% 柯學務長的時候 完全不懂民間疾苦 他主張要調整宿舍費 現在的柯市長 卻告訴學生 他要要求學貸要補貼利息 這樣子時空背景的轉換 換的位置就換的狼蛋 被批示掌將女王 柯智恩近半貼出地法院公報 直指原意遭到曲解 當時就反對起頭視頻等 還找出學生會聲明 當時在經過學生代表同意下才調照 而政見多汗學生 站在同一線的陳其邁冷出力 選戰倒數 柯智恩搬出大咖一起敗票 陳其邁不找人服選 以地主身分 在燕朝辦肇事活動 看誰更有人氣 TVBS新聞 林一邦宋家圈高雄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